记者林良哲彰化报道,就在彰化县花坛乡的黄明毅原本是机械厂老板,有天他看见一位90岁的老阿公因代步车煤电,竟在烈日下推着车子,心中相当不舍,因此耗尽千万继续开发太阳能代步车,目前已取得台湾及德国专利,希望能早日上市。 现年58岁的黄明毅从事机械设计有40年之久,6年前的一个严下午后,他开车在路上行驶,发现一位年迈的老人推着一辆代步车在大马路上,不但气喘吁吁环汉流夹杯,他停车询问,得知老人已有90岁高龄,平时出外都以电动代步车来代步,没想到前一天晚上忘记充电,结果骑到一半就没电, 只好下来推车。 黄明毅说,老人家的记性原本就不好,忘记充电也属正常,但现今的代步车万一没电,又不能到加油站加油,真的不知道如何是好。 他临近一动,想到台湾的太阳能丰沛,如果在代步车上装设太阳能板,配合原本的电池系统,不就能随时随地充电。 有了这个想法,黄明毅以自己机械设计的专才与经验,开始改良代步车,这些年来配合太阳能板效率提升,甚至有业者制作出可以弯曲的太阳能板,让他所设计的代步车更能发挥功能。 目前他已制作出多辆原型车,并在去年取得台湾及德国专利。 他说,为了测试车辆,他将其中一辆原型。 车作为交通工具,经常行驶于花坛道彰化之间,来回要20多公里。 三年下来,这辆车从来不曾以插头来充电,都是靠着太阳能伐电来行驶。 除此之外,他在代步车上也装置USB插座及一般插座,让使用者可以利用太阳能来为手机等3C产品充电。 目前黄明毅所设计的原型车已经可以达到实用功能,但他在这几年却耗费了上千万元的研究经费。 他笑着说,为了研发太阳能代步车,他可说是耗尽家产了,但现在终于有了成果,希望能找到厂商愿意投资,才能大量生产。 这样才能把太阳能代步车的价格压低到10万元以下,让一般人能够买得起。